太平洋战争三部曲三,密史,来自斯德哥尔摩。 作者,左左目让。 译者,张文颖。 第二章,六,一月二十五日,斯德哥尔摩。 进入五官室的,是一个穿着德体西服的高个子男人,年龄三十四五岁,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包裹。 我叫森四郎。 男人带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说,柏林海军军官事务所,托我带文件来。 快下午五点了。 从柏林过来的话,也就是说,坐早上从赫尔新堡发车的长途列车,刚到了斯德哥尔摩中央站。 大和田,侍郎让自称森四郎的男人坐在桌前的椅子上。 森四郎把手里拿着的纸包放在桌上,翘着腿坐在椅子上。 这个人即使在军官面前,没有特别惶恐,也没有显示出紧张。 样子非常自然,却又不会给人粗野的印象。 大和田判断他长期在欧洲生活,而且和军队没什么关系。 虽说如此,却又不像是商业圈里的人,从装束来看,不能不说像一个富豪浪荡公子。 自战争开始以来,还没怎么见过这类型的男人。 大和田把纸包拉到手边,问,森先生在柏林做些什么? 看起来是民间人士。 什么也没做。 被软禁了。 软禁? 嗯。 在巴黎被德国的秘密警察逮捕了,然后被押到柏林调查身份。 在身份查清之前,不能离开柏林。 逮捕的理由是什么? 有支持反法西斯运动的嫌疑。 是事实吗? 我可是在巴黎啊。 在那个城市,如果不向自己周围的人排除纳粹嫌疑,就活不下去。 原来如此。 看来是真的了。 即使这样,大和田还是好奇地问下去。 那么秘密警察查明你的身份了吗? 嗯。 我本来也不打算说谎的。 他们不相信我。 你怎么说的? 森四郎居住在巴黎,土耳其共和国公民。 你有土耳其国籍吗? 因为日本护照失效了, 必须要想办法取得某个国家的公民权。 托土耳其护照的福, 还享受了一段时间中立国公民待遇。 不知不觉间, 土耳其和德国, 日本都断交了。 我也因此被驱逐出境了。 你的人生很有意思。 能再说说吗? 不是调查吧? 是个人的好奇心?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个无业游民, 有时自我介绍说是赌徒, 也有人叫我诈骗犯。 不可能从出生起, 就一直是无业游民吧? 做过其他职业吗? 经营过酒店? 大和田理解了, 这个男人的职业是酒店经营者, 这样就能理解他那习惯于欧洲生活的举止了。 大和田问, 在哪里的酒店工作? 起初是, 森四郎说了一个叫虎之门的酒店名字。 在日本少有的西式酒店, 好像横滨, 香根和日光也有那种风格的酒店。 森四郎说, 所以是从服务员开始干起的。 大和田回忆着自己的旧知识说, 好像是严平男爵的酒店。 是的, 丽巴郎男爵是社长。 你回答说, 起初, 也就是说, 还有后来。 后来在上海, 凤男爵直接指示, 在上海的国泰酒店受训两年。 为什么现在在欧洲? 还是男爵派遣来的? 他的长子决定在巴黎学习酒店管理, 我做他的秘书。 什么时候的事? 战前, 一九三七年, 社长的公子回国了, 但我还是留在了巴黎。 这时候, 有人敲房门。 大和田达到进来, 端着托盘的镜子进来了。 森四郎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 镜子笑道, 哟, 你就像是礼仪教科书一样, 这里是日本的五官室了。 那人镜子。 大和田, 大和田对森四郎说, 接着又给镜子介绍森四郎。 森四郎先生从柏林带来了文件。 这可真是大老远的辛苦了。 镜子礼貌的低下头, 从托盘里拿出咖啡杯, 放在桌上。 您请用。 听说柏林慢慢地连咖啡都会短缺。 嗯, 那是十分贵重的东西啊。 一磅咖啡可以花二十五升汽油。 大和田问, 那是说哪样更贵些? 森四郎又转过脸对大和田说, 一升汽油在黑市卖四十马克, 这还是便宜的售价。 也就是说一磅咖啡一千马克, 简直和宝石一样。 森四郎又坐到椅子上, 左手端起咖啡盘, 放到手边。 他把咖啡杯拿到鼻子前, 说道, 奢侈至极, 感谢您的款待。 森四郎喝了一口咖啡, 毫不做作地向镜子笑着, 那喜悦就像是得到点心的孩子一样, 天真直率。 镜子马上就从森四郎的笑容里, 感觉到了清静。 他也微笑着说道, 再喝一杯吧, 我这就去到。 喝两杯的话, 感谢之情就淡了, 一杯刚好。 大和田也放风下来了, 他说, 很有必要再听你讲讲柏林的情况。 大使馆方面传来的消息, 仍然竟是形势大好之类的话, 明明红军都突破了德国国境线, 至今传来的只有德国必胜的预测。 怎么会? 孙四郎把杯子从嘴边拿开, 说, 事到如今, 就连那个大岛号也能看清情况。 听说日本大使馆已经开始准备避难了, 这几天能看见从东边来的难民经过柏林向西去了, 还听说德国外交部已经转移了, 开始准备柏林防卫战了吗? 怎么说呢, 室内还没有见接累, 也没有发出人民突击队出动的命令。 镜子问森, 森先生, 你暂时会留在斯德哥尔摩吧? 森四郎答道, 嗯, 大概会待到战争结束。 是避难吗? 是的, 战争很讨厌。 在柏林时, 是在哪里的公司工作吗? 不是, 自己干。 做什么工作? 刚说完, 镜子就摇头说, 不好意思, 突然这么接二连三地提问, 因为日本客人很少。 没关系的。 森四郎用和刚才回答大和田时不同的说法说, 工作和娱乐, 商务演出有关。 拖战争的福, 根本没有工作了。 又有人敲门。 什么事? 大和田问, 大概是事务所的雇员吧。 门被推开一点, 一个雇员探进头来, 是项川。 战争开始后, 被日本政府任命为斯德哥尔摩海军军官室特约人员, 从巴黎来到这里。 项川扫了森四郎一眼, 低声说道, 长官, 请出来一下。 什么事? 出来一下。 大和田想, 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吗? 现在有客人在, 有事的话应该说明是什么事。 是和这位客人相关的话题。 如果是的话, 也用不着压低声音。 就用平常的语气, 说有事就行了。 大和田从桌边站起, 向门口走去。 镜子对森说, 那请慢用。 想再问您一些柏林的事。 大和田走出办公室, 项川走到事务所最靠里的位置, 像有什么秘密? 镜子有些犹豫地, 蹬在大和田后面。 什么事? 大和田面露不悦地对项川说, 你说那位客人是什么人? 我不久前听说, 他是个品行不端的日本人。 你认识他吗? 他可是巴黎的著名人物啊。 他怎么介绍自己的? 说是无业游民。 人们说他是诈骗犯, 给日本人丢脸, 那些不入流的人叫他男爵。 他自己这么说吗? 不知道, 不过不就是这样吗? 总之来历不明。 战争开始后, 既没有服从日本人归国命令, 也没有像我这样在国外公管工作。 听说他的日本护照最后失效了。 这个听他说了。 是吗? 那么那家伙现在不过是无根的草罢了。 那么, 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对他从柏林的军官事务所送来文件表示感谢而已。 总之, 总之他是个下流的人, 还是不要让他接近武官事。 三四郎是爱送东西的, 应该调查一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被偷。 如果要偷什么东西的话, 一开始就不会来这儿吧。 请多加小心。 这话听过了。 镜子在旁边对大和田说, 这两天得请那位先生吃顿饭啊。 作为特地送来东西的感谢, 好像完全没听见项川的紧急报告似的。 也许那是应该无视的提议。 自打项川来到斯德哥尔摩时起, 好像镜子就很讨厌他。 这就是性情不投的那种人吧。 相反, 对孙四郎这个人, 似乎镜子从第一眼见他, 就怀有好感。 大和田一直相信妻子看人的准度。 这种确信比镜子自身还要深切。 首先, 镜子在相亲还没结束时, 就决定和大和田结婚。 初次见面, 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后, 镜子就决定成为大和田的妻子。 后来, 他向镜子说, 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时, 镜子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贸然行事, 并且反问他觉得有什么不妥。 大和田看着镜子的脸, 妻子虽然已经年过四十, 面容之中还留有年轻时的天真烂漫, 和一些俊俏的固执。 大和田点头对镜子说, 有必要听他讲讲柏林的现状, 尽快找个机会。 后面响起了声音, 五官, 那我就告辞了。 是孙四郎的声音, 大和田转过身。 孙四郎走出五官办公室, 站在事务所门口旁。 他手里已经拿着外套了, 脚边是皮箱。 刚才和向川的谈话, 被听到了吧? 孙四郎说, 夫人, 谢谢您的美味的咖啡。 镜子盲向孙边走边说, 请再休息一会儿吧。 刚经过长途旅行吧。 从火车站直接来到这儿。 先去宾馆登记入住了再说。 大和田走到孙四郎身边说, 决定住哪家宾馆了吗? 这条街上最好的宾馆是 外郊饭店或是古拉德饭店。 那选其中之一, 派人送你吧, 虽然走路也不太远。 我会叫出租车。 那等你安顿好了, 我们再尽快见面。 我会联系你的。 随时都可以。 反正不会隔太久。 接着, 孙四郎把视线转向向川说, 好久不见。 向川先生, 可能是突然被问候吧。 向川看起来有些狼狈。 孙四郎说, 在巴黎, 茶糕店的老板娘抱怨借给你的二百法郎, 你都还没还呢。 向川面红耳赤, 看了看大和田和镜子, 向孙争便说, 不要说让别人听到不好的话, 况且, 这事和你无关。 是吗? 我只是像你那么关心我一样, 关心你。 我才不关心你的事。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 有人提起我的名字。 孙四郎看起来很愉快, 看到向川的狼狈, 向他似乎很高兴。 孙四郎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 拿起皮箱。 五官, 夫人, 我们再会。 孙四郎快速转身, 走出了五官室的办公楼, 不一会儿听到了隔着门传来的脚步声。 在这个时期, 会让一本正经的日本人, 觉得不谨慎的轻便的脚步声。 大和田想明天就设宴吧。 是在仓馆, 还是在这个五官室的办公楼上自己家, 待会儿得和镜子商量。 不管在哪儿招待镜子, 都会陪同吧。 大和田转头一看, 向川表情僵硬, 正从窗户俯视着路上。